来 关心天气了 现在看到目前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上 未来估计会朝着旅宋岛前进 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 而在今天上半天 各地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不过要看到在中午过后 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增强 在大台北 东半部 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 偶尔会有零星飘雨的几率 而温度方面则是变化不大 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18到22度 白天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6 27度 中南部则是可以来到28到31度 南部近山区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 而中南部日夜温差也会比较的明显 未来天气走向就看到了 周四周五环境转为偏东风到偏南风 东半部地区是有局部短暂雨 西半部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雨 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 而到了周六 封面通过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还有东北部天气转凉 另外也会有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在中部东部跟东南部 还有南部的山区局部的降雨几率也会提高 再来看到到了周日 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 北部和东北部清晨天气还是会比较凉 不过白天开始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 接下来周日到下周二 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小丽丽就提醒大家了 今天白天温暖舒适 留意日温差会比较大 尤其是在中南部感受会更加明显 另外中南部空气品质不佳 过敏族群也要特别留意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